陶乐乐想,如果没有发生昨天晚上的事情,那他现在一定会走上去问上一句 大哥哥,你还记得我吗? 可是他现在却不敢这么做,他也不配去这么做 搜后把车开过来时,眼神不经意地就把这一切尽收眼底 看这姑娘的驾驶,不像是第一次见乘佐,莫非…… 他沉思着,撑着一把黑色的雨伞下了车,他接过了周浩递过来的雨伞 两人就那么一前一后地坐进了那辆劳斯莱斯幻影里头,从始至终都没说过一句话 陶乐乐望着他挺拔的背影,唇角缓缓地勾起一抹填到骨子里头的笑 程总,不能顺便送他一下吗? 周浩,你很闲吗? 不是,这就是举手之劳的事 两个选择,去英国 二,现在开车就走 你自己选,周浩心里想着 程总,您真不是一般的人 明明昨天晚上才把人家小姑娘给绊了 我以为再怎么着,也会有一夜情缘 可您倒好,骑一身裤子就不认人了 那,给他扳伞好吗? 男人一个如金刀般的眼神递了过来 周浩再也不敢说什么 踩下油门就飞驰而去了 他再也忍不住 一头就扎进了羽木里头 开始狂奔起来 天哪 自己昨天晚上到底和哪个男人睡觉了呀 不管昨天晚上和他睡觉的那个男人是谁 也不管嫁给康颜伟以后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这一刻,陶乐乐只是想发泄一下心中再次见到男神的喜悦感